光从液体射出空气 当光线从液体进入空气时,我们也看到了界面处,发生了部分折射及部分反射现象 随着入射角的渐渐地增加,我们发现折射的角度也增加了 当入射的角度增加到某一个值的时候,我们可以看到折射光线,平行界面行径 这个时候的入射角,我们就称为临界角 当入射角继续增加时,我们可以发现光线不再射出水面 光线全部反射之一体中,这个现象称为全反射 因此,我们从这个实验就可以知道 当光线从折射率大的界值,例如水 射向折射率较小的界值,例如空气的时候 且入射角大于临界角的时候,就会发生全反射的现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